好荒凉 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再去看看其他茶馆吧 这里有个茶馆 马上会在这里 嗨 嗨 嗨 这个照片是你吗 我不知道他们会把这个答应出来 是我 好 我找你好久 我叫绿昊 你叫我狗王就行 狗王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就是你很招狗喜欢 而且这也不能这么讲 这怎么说都有点奇怪 你好幽默 我叫李倩 你可以叫我倩倩 渴了吗 渴了吗 有点 给你 量 我再泡一个吧 都行没关系 给你展示一套 刚学的 什么 刚学的 必须展示 就属于是天才中的天才 就是 就是没有人比我学东西学得更快了 真的 感觉很专业的样子 必须的 然后 你小心点 别被烫倒了 有湿毛巾吗 没事 你手没事吧 要不要去冲冲冷水 问题不大 硬汗 就是电影里面硬汗都是这样吗 好的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完美 尝尝 浅浅点评一下 感觉这个味道还 甜不甜就完事吧 甜 那一人 那你觉得 女孩子 美丽和可爱 哪个点更重要 美丽和可爱 对 小孩子他做选择 我全都要 小孩子他做选择的吗 这那时候再泡一壶 就是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 就是 可能 我可能也是不太了解 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强势还是怎样 这水壶可能没水了 我去加个水吧 这应该还有水吧 别管了 他就是没水了 他就是没水了 你干嘛去 我加个水 你接个水接这么久 就是水可能它比较多吧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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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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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在这里那送给你吧 送我的 对 一点小小的小礼物 谢谢 可以现在打开看一下 可以 反了 你为什么要送我的礼物 因为其实我手上也有一条 然后我给你的这条是梅西的 我手上这条是C罗的 他们俩在足坛可以说是相爱相杀了十多年 我觉得可能女孩可能都不是特别喜欢足球这方面吧 心理身可能不太懂 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那就好 我当时好带些手都在抖我递过去的时候 但是还好他接受了礼物 他今天送我礼物 其实我还是很激动 觉得很出乎意料 这手环为啥你留了C罗把梅西送给他了 因为我喜欢C罗 你是C罗球迷还是曼联尤恩还是黄马球迷 你是C罗和黄马球迷 我也是黄马球迷 不咱俩出去聊会儿得了 阿拉巴德里 阿拉巴德里 开玩笑 胸 因为接下来你们俩要玩一个升温小游戏 这个游戏的规则叫做蒙眼猜部位 比如说你蒙眼的时候 你只能出一根手指的指尖 然后女生会让你这个小小的指尖去触碰她身体的部位 然后你要猜出来是什么部位 猜错了就有一个巨大的惩罚 被我打头 我以为他就要打头 猜错了我才打 所以这个游戏不分胜数 你们尽量就少被我打就算成功了好不好 好 那谁先来蒙眼 我吧 你先来 勇气可嘉 先来容易先挨打 是这样子的 来 然后倩倩你把你的指尖拿出来吧 好 游戏开始 好 来 来 应该是脖子吧 脖子 才对 为什么会感觉到这么 这也太古怪了吧 这女生的第六感 来吧你可以摘下眼罩了 自己来 我想 这 你慢点 好来准备好了吗 好伸出你的指尖 来吧 好了哈 这个有点头绪了吗 下巴 还上巴呢 指甲盖 答错了 不是 太阳雪 啥太阳 还挺软软的 应该是脸吧 不是脸 指甲盖 对 这个就很简单啊 那么按照我们的节目规则呢 现在就到了倩倩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刻了 所以说可能很残酷 我得把它带走 你得在这儿等我们 以及等待她的答案 那我们就走吧 倩倩 你在这儿等我了 拜拜 拜拜